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希望你在看完网络研讨会之后 点击我们本页底的反馈意见调查 感谢你的登陆 我们亦希望今次的网络研讨会 对你的癌症体验有帮助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够请到 Raymond Chan 一个癌症的复康者 以及我们的肿瘤内科专科医生 王嘉阳医生 以及我本人 一起为大家做这次的网络研讨会 开始之前我们先请Raymond 跟我们讲一讲他在抗癌路上的故事 Raymond 请 是的 我在2010年1月下旬 我发觉我的左眼皮突然跌下来 那时我感到有些痕氧和很不舒服 所以在1月26日那天 我去了雪梨眼科急症室看 我那个眼科医生和我看了 他说我的眼睛有敏感 所以跟着他写一些药给我回去 但是经过两个星期 我发觉我的左眼皮都仍然不断下来 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就转去看另外一个眼科医生 当我去看到另外一个眼科医生的办公室那里 他一看到我 他就马上叫我坐下来 而且他又去雪柜那里 拿了一个抗癌 叫我敷起我的左眼那里 跟着去看另一个病人 而当他看完另一个病人出来之后 他就叫我拿开我的抗癌 他就发现我的左眼眼皮就升上去 但是升上去正常回 大概是半分钟左右 接着他就跌下来 接着他就跟我说 他就看我那时候 就发现我的眼睛没有东西 接着他就说 他就怀疑我是有一种病 我的病叫做基因无畜症 接着他就叫我去验血 以及去做老素描 以及顶了素描 之后我走去验了血 以及做了素描之后 他就叫我去看老科医生 因为他说我的眼睛是正常的 因为我那时候 就是在一月尾二月初 很难找到医生看的 而且我那时候 觉得自己什么是正常 只是除了自己的眼皮 跌下来 所以我就不太留意 最后在二月初 我终于可以看到老科医生 老科医生 就是看了我的眼血报告 看了我的验照片 他就证实了 说我有一个肌肉无重症 因为这样 他就是开药给我吃 以及因为我在三月初 我要回香港 所以我就叫他 写个medical report 给我 以及我所需要吃的药 那我就回到香港 当我回到香港 我的侄女就建议我 他建议我 就是看香港的老科医生 来拿个第二个便利人 因为这样 我就带我的medical report 和我的药 去见那个老科医生 那个老科医生 他就看了medical report之后 他就说 在澳洲的老科医生 他给药和他的诊断 是全部正确的 而在他的medical report 他也说到 我有照过我的胸肺 但是在我记忆中 我就是在澳洲 只是照了脑和颈子 而是没有照过空肺 所以因为这样 我就经常记住 那几个星期之后 我就回到澳洲 而因为我在雪梨机场 我是做 senior project manager 而那时候 在雪梨机场的工作 就比较繁忙 而且我只是觉得 就是眼皮是掉下来 除了这个之外 我身体的其他东西 都没有什么 所以因为这样 我变成了 还不是很留意 我只是 还有就是因为 我那个家庭医生 因为腰伤关系 他就放假三个月 所以因为这样 我就变成了 要看看哪个医生 可以写纸给我 可以去照那个空肺科 一路到四月初 我开始说话那方面 就很难说 而且那时候 譬如很多时候 我常常要开会 当我说了第一句之后 第二句想出声 就没有力 而且那时候 我吃饭的时候 也有困难 而我太太也跟她说 她发觉我晚上睡觉 最后呢 我的左眼是 闪不住的 最后呢 我办理到 去看另一个家庭医生 他就写纸给我去照 去照了 去照了 去照我的 CTS 而那时候 就发觉 我那里 就是 空线那里 就是有0.6cm的肿瘤 而因为这样 我就回去看我的老科医生 老科医生 看到我面修之后 他就说 通常这些空线瘤 多数是有75%是良性的 只是有很少数是恶性的 但因为他是老科医生 所以他又介绍不到 一个空肺科的手术医生给我 而 因为这样 因为我本身 我是基督徒 很感恩 我自己是 因为这样 我就是 向神祷告 而 神 就是 给我在网上 找到我想找的手术医生 当我找到手术医生之后 而我的朋友也都告诉我 这个医生挺好的 除了这个之外 我也有朋友介绍 第二个手术医生给我 我自己衡量过 考虑过 终于找回我第一次找到手术医生 而我记得我的手术是在5月10日那时做的 当我做完手术之后 就是 我太太打电话给我 她说 我发现我一个是一个恶性的肿瘤 是癌症 还有在第二天 手术医生跟我说 她说 我的肿瘤本身因为有少少降散了 所以就是 我的左脸肺的上一页也是割了 而 过完之后 就是 那个手术医生 就是提议我去做电疗 他就是问我想去做私家的 因为是公立的 而因为那时候 我的手术医生 他就是在RPA那里做的 所以因为这样 我就在RPA做了电疗 就做了33次 做完电疗之后 我开始看另一个老科医生 在Concord Hospital 在那里 因为我的肌肉无力重症 我就要做换血清 做换血清 大概是五个星期之后 大概五个星期之后 跟着就是吃药特斯之内 再到半年之后 那个老科医生 和那个免疫系统医生 走过来冬国 他就说 他就说 因为是换血清的 那个 那个 本身就有很多风险 所以因为这样 他就提议我去做花疗 所以我一共做了六字化疗 现在也是在吃药 来控制住我的基业武力重症 而我的肿瘤 我做完电疗之后 就每半年做CT scan一次 今次已经是第七年了 我的故事就说 多谢Raymond 我们刚才知道Raymond 在这个过程中 和他的抗癌路上 我们也知道 其实他在这个过程中 是一点都不容易 我作为一个家庭医生 也是一个处策中医 很多时候都会接触到病人 有伤累同的情况 其实在澳洲整个过程中 我们今次能够看得到 就是Raymond 在整个过程中 由于家庭医生 他在早期的诊断的时候 刚刚就放了假 所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就是他没有立即 有这样的能力去进一步 进行一些测试 在澳洲来说 由于大部分的症状 或者是一些事情 当发生的时候 我们有基层医疗制度 基层医疗制度 就由家庭医生把关 家庭医生拥有 是转介准一步测试的能力 和那个的权力 将测试结果归纳了之后 再转介给不同的 适应科的专科医生 你看到Raymond的这个过程中 由于家庭医生 没有直接参与在一件 整件事情中 就导致了 他会在最初的时候 他会见到一个老科医生 其实如果本身是 一个空线的肿瘤的时候 老科医生是不可能做到什么事 如果是家庭医生 又介入的话 在那个时候 便会及时转介 给一个空肺科医生 立即帮他去转介 并且得到 立即准一步治疗 同一时间 由于家庭医生 根据我们的医学训练 知道找哪一科医生 很多时候 我们立即跟医生说 病人往往会得到 准一步的治疗和跟进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知道 找一个家庭医生 在一个癌症过程中 他所扮演的角色 就不需要搞到病人 好像要去四围去找地方 要自己上网去找不同科医生 因为其实这个过程中 我相信Raymond 都会承担很大的压力 因为毕竟不知道 那个过程 又或者是哪一个科医生 又或者医生很愚怀 这次幸好 由于Raymond 在找的过程中 在上网找医生的过程中 是找到一些合适的医生 但是有些时候 我们不知道的话 可能你又会花了时间 去见一个 原来不是那一科医生 又或者那个医生 那个能力多与少 我们都未必清楚 所以往往时候 我们会依靠 其他专科医生的推荐 或者是家庭医生的推荐 我们去接受进一步的治疗 又好像Raymond 遇到这个情况 家庭医生放了假 其实在澳洲 经常都会遇到这些情况 所以如果是这样 我们通常会和病人说 就是你应该尽快地 去寻求另一位家庭医生的意见 或者问 你看开的其他科医生 有没有相熟的家庭医生 或者他们认识 他们觉得是好的家庭医生 可以让你去见 有些时候 不一定是单方向 不一定是由家庭医生 转介给专科医生 很多时候 专科医生 都认识一批的家庭医生 他会提供一些协助 或者提供一些意见 就是说 这些其实我 是有接触过家庭医生 我觉得都好的 你可以尝试去见他们 作为我们华人 很多时候 在遇到一些癌症 或者是一些 严重疾患的时候 我们都会遇到 一些沟通上的问题 例如可能有些 语言上的沟通 出现的事情 我们说的语文 或者我们说的一些 谎言 和澳洲的文化 可能有一定的差异 又或者大家 未必能够 彼此的理解 一些医生 有些时候所用的 一些词会 或者好像Raymond 那样 今次他看到的报告 他有些时候 他觉得奇怪 没有理解到 例如刚才他说到的 明明他没有拍过肺片 但为何回香港的医生 告诉他 他的肺 好像看在身上 没有什么问题 但由于Raymond 他有这个触角 所以他又记住这件事情 但这些 就是从而我们明白到 在一个医生解说的过程中 病人一时之间 就不能够理解 因为我明明没有拍过肺 为什么医生说 我肺没事 好像Raymond 这个情况 就不奇怪 因为很多时候 当我们拍摄CT 拍摄脑 或者拍摄脚的时候 往往拍的过程中 放射科医生 他会涵盖到 一部分的肺上液 所以当医生去理解 去读片的时候 他就可以跟你说到 你的肺上液 是正常的 但病人就不理解 明明没有拍肺 为什么你会看到 我有肺是没事的 所以有些时候 当我们做一些检查的时候 医生所说的言语 或者所用的词会 病人未必完全理解 在这个时候 嘉宁医生起的作用 就很大了 他可以解释给病人 甚至通常一般 我们的一些检查 我们去到什么范围 我们的治疗方案 究竟是怎样 我们的检查方案 是怎样 令到病人 对一些事情 有一个新的理解 但由于往往 沟通上出现一些问题 所以有些时候 病人 就会缺乏了 一个提问的信心 他会觉得 不如我不要浪费你时间 或者我会不会 问这个是一个很傻的问题 我们其实 经常跟病人解释 就是说 没有东西是一个愚蠢的问题 你不明白的地方 就应该要提出来 应该要问 不管是家庭医生 是见你的护士 是专科医生 是什么任何的 辅助医疗专业人员都好 不明白 就应该要问 因为这是对你身体负责任 不问的时候 有些时候 带着一个问题回家 自己在家再去想 更加不好 有些时候 很多病人喜欢上网 去查找一些医学的词汇 或者一些问题 网上的讯息 是有正确和不正确的 但是问题是 如果我们没有经历一个专业训练 我们很难去理解 或者去评合 这些东西所得到的资讯 是否正确的 一会儿黄医生 也会跟大家说到 一些网络上 没有找到的一些资讯 或者朋友给的一些资讯 如何去认识他们 同时 有些时候 由于沟通上的问题 我们会觉得 好像说 这种护理方法 或者这种癌症护理方法 是否正确的 会不会真的对我有效 产生很多的疑问 所以我经常都建议 不要问 直接 不要怕 直接去问 医疗重业人员 问个专科医生 问个家庭医生 问帮你的医务人员 这个是最好的 但是沟通上 由于语言不一样 有些时候我们需要找全疫员帮忙 纽浦州政府给予很大的资助 有一个全国的全疫服务 全国的全疫服务 凡是任何医疗相关的专业 医生打电话 去寻求一个全疫员 不管是港府话 广东话 或者是普通话 甚至其他的方言 都会由政府直接津贴病人 是不需要负一分一毫的 在医院里面 如果你接受癌症护理的话 你可以要求 安排一个全疫员 去到医生当中 帮你全疫 这种全疫人员的服务 会让你去找你的朋友 或者你找你的家人 是要好的 因为有些时候 家人或者朋友 帮你翻疫的时候 未必懂得完全将医学词回方 你翻译 又或者未必懂得 将医生要说的意思 完全是翻译过去 告诉你 那就会产生 沟通上的一个纳粒 所以最好 就是找这些全疫人员 专业的全疫人员 去帮你 很多时候 我们怎样 跟我们家庭医生沟通 第一 我们要知道 向家庭医生提问 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如果有些什么不明白 一定要问 问的是什么 例如关于你的癌症 这次我们去检查的 这个项目 究竟是要做些什么 有些什么预备的工作 我需不需要空肚 我需不需要 喝水 我需不需要 多少日前 我要做些什么 或者做完这个检测之后 我几个小时内 不可以用其他的厕所 或者等等一些事情 治疗的选择 我究竟有多少的选择 不管是医生告诉你 的选择 还是你在网络上 找到的选择 你都应该 拿出来 和你的家庭医生讨论 或者你的肿瘤 专科医生讨论 或者你的肿瘤 专科医生讨论 你的癌症的支援 这个治疗 那我们怎样去安排 我们的工作 我们可能工作受到影响 我们的收入出现问题 或者我们的家里 产生一些问题 我是自己一个人住的 我家里没有附近的亲人 在雪梨地区 或者是墨尔本 和我住的同一个城市 是帮助我的 那怎样呢 那家庭医生 就可以按照你所提出的 一系列的问题 去找所相熟的一些社工 一些心理学家 物理治疗师 职业治疗师 等等 去帮你去处理这些事情 例如说 在癌症接受过程里面 由于一些实际的身体上的缺乏 或者是一些不适 你没有办法再回到家 可以爬你的楼梯 由一楼上到你二楼的睡房 或者你没有办法 你的脚跨进去 你的厕所 去洗澡浴缸 那这些等等 一些很实际的问题 那我们怎样去处理呢 我现在遇到一些经济问题 或者我家里有个很年幼的小朋友 我一个单亲的家长 那我怎样去帮助我的小朋友去上学 或者小朋友所遇到的心理问题 你自己遇到的心理问题 又或者我关节的一些地方 由于接受过治疗之后 你现在变得很紧 或者我透气遇到一些问题 我的肌肉很酸痛 等等一系列 我们可以很实际 由于癌症接触的治疗过程里面 遇到的问题 这些都可以通过家庭医生 帮你去统一统统 家庭医生肯定整个癌症治疗角色里面 担当一个 好像一个经理的角色 我们叫做Coordinator 一个协调员的角色 帮你向不同的专业人员 去沟通 并且作出适当的转介 并且在国民医疗保健系统 Medicare system下面 帮你去尋找 最适合你的国民保健之助 在澳洲的国民医疗系统下面 家庭医生是拥有这个权力 帮你转介去给不同的辅助医疗人员 以让你获得政府的回购 这个只能够由家庭医生去做 不同的药物使用方式 在这个癌症过程 治疗过程里面 所遇到一些抗癌药的副作用 或者服用一些药物副作用 第一线你可以跟你的家庭医生说 由家庭医生帮你统一处理 有些时候你未必有办法 立即可以找到医院 或者是照顾你的 这个肿瘤科的专科医生 你也可以麻烦家庭医生帮你 去打这个电话去问 又或者处理了之后 再跟你的肿瘤科的肿瘤内科 或者肿瘤外科的专科医生说 以继续得到一个跟进式的护理 所以家庭医生在这个角色里面 是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很多的华人移民来到澳大利亚 对澳大利亚的卫生和医疗制度系统 未必完全的了解 刚才Raymond有说到 我们在澳洲有一个公立的医疗制度 也有一个私立的医疗制度 在一些国家 例如中国大陆 有些时候往往给人的感觉 私立的医疗制度 未必比起公立的三井甲级教行医院的医疗制度 是要好的 但在澳洲这个情况 不是完全一样的 澳洲大部分的公立医院 凡是教学式的公立医院 大医院附近都有一间私家医院 而很多公立医院的医生 都可能会在私家医院有看私家门诊 癌症治疗在肿瘤内科、肿瘤外科 甚至是放射科的肿瘤医生 很多时候都可能会在私家医院就诊 在澳洲来说 如果任何的澳洲公民 永久性居民 以及一部分的临时居民 都会被陷阔在国民医疗保健系统下面 意思就是说 当你持有国民保健卡 你去任何公立医院就诊的时候 所有的费用会由政府统一支付 简单来说你可以说是一个免费的服务 但其实这个费用是由澳洲政府统一支付的 但如果你有些时候 你想使用私立医疗系统的时候 由于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就是你可以第一 选择你要选的医生 第二就是你想通过这样 有一个快一点的临床服务 或者一个舒适一点的治疗环境的时候 你可以使用私立私家的医疗制度 但私家医疗制度就是一个存费医疗 是由你自己去付这个费用 那你付这个费用 要么就是你自己付钱 要么不是的话 你可以通过私人保险 扣买私人保险 而获得这个回购 但这个回购 未必有些时候是百分百回购的 大部分私家的保险公司 都会告诉你 可能会有一个差额 你是要缴付的 或者有一个asset 即是说每次当你付这个保险的时候 你是要付一个费用 而由保险公司 统一去和私家医院 去沟通如何将你的费用 是完全的包括了 那这个就要按照你的保费 你交的保险的类别 而去完全知道 去看看究竟 医生所付出的费用 医生所付出的时间 和治疗 究竟跟你那个实际的保险 是有多少分别 由于有些时候 我们和治疗临床医生的沟通 或者所提供的讯息不足 就会导致到我们很多的华人移民 来到澳洲之后 就不理解澳洲的卫生系统 有些时候 尤其在中国大陆来的移民 他们就以为像中国大陆那样 我们自己要去医院 去跑专家门诊 或者是专科门诊 但澳洲是不需要这样做的 所有的事情 由家庭医生统一来处理 在必要的时候 医生和医生可以起一个转介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一点 在澳洲的国民保健系统 这种条例下 家庭医生转介给所有的专科医生 那个转介期是有效12个月 而专科医生 转给专科医生的有效期 只是3个月 而医院里面的初级医生 转给任何的专科医生的时候 有效期是4个星期至6个星期 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 刚刚移民来澳洲的朋友 不明白 为什么什么都要回去找家庭医生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我们要保障澳洲的医疗系统 是得到一个平衡的发展 所有的国民都能够是 获得一个全面的医疗保障 所以家庭医生 在整个的癌症治疗角色里面 从早期的诊断 治疗期间的支援 到癌症后期 一些复康的工作 又或者癌症不断的扩散 而产生的一些副作用 我们去支援这个病人 等等一系列的 在不同的阶段的时候 都有不同的作用 所以好像今次这样 Raymond可以通过自己 因为他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 他知道如何去寻找一些信息 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 但如果当中我们有家庭医生协助他 我相信在里面 Raymond可以减少很多的焦虑和不安 并且可以减少浪费一些时间 去见到一些不同科的医生 也未必是真的原来是对用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常常都强调一件事 澳洲任何人 甚至乎澳洲政府都建议 就算医生自己在来 都应该要找一个自己的家庭医生 去保障自己的健康 我们接着来 我们有请Westmine医院的 肿瘤内科专科医生 王嘉阳医生 跟我们讲一讲 一些癌症治疗上 澳洲的一些团队的特色 以及如何去帮助我们 这班有患癌症的华人朋友 当你的家庭医生 告诉你你有癌症 或者是怀疑有癌症的时候 他就会转介你去附近的医院 去看一个专科医生 可能你收到这个信 只是一个专科医生的名字 但大部分的医院 都会安排一个医学的团队给你 有些朋友会知道 我是专科医生的时候 肿瘤科的专科医生的时候 你当然什么肿瘤方面的知识都有 其实就相反 专科医生其实大部分 他识得多 大识的范围是很少的 特别在今天这个科技 这么发达的时间里面 医学这么发达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 肿瘤方面的治疗 一个专科医生是不能够完全了解的 所以很需要有一个医疗的团队 这样之下才可以确保 给到你有最好的治疗 所以你的家庭医生是可以有不同的途径 能够找到特别在你的家附近 有适合你的医疗的团队 在澳洲政府方面 也要求这些不同的团队 至少是在一个病人的治疗的过程里面 有一次是倾讨关于他们治疗的方案 当我们有病的时候 特别有癌症 可能对癌症的认识是非常少 就好像你回去读书一样 从一个小学生开始 在你里面可能第一次见医生 心情比较紧张些 或者里面都可能不知道 问什么问题都好 所以提议你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先在心里面 或者写好一些问题 写下你想问什么问题 在见医生的过程里面 也要做一些笔记 如果你不想写下的话 也可以在医生同意之下 要求是录音都可以的 另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你进去见医生的时候 就找一个人陪你 这个人不单止是可以去支持你 而是有些问题 或者是听不完的 他可以帮忙你去问 刚才Dan Fong也提过 在如果议员上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也很希望你 不单是有一个朋友 懂得说英文 而是特别要求 预早告诉医院 我需要有一个全疫员 有时候可能医院也想办法 未必能约到的 但当你到医院去看医生的时候 你可以要求他用电话的全疫 也可以的 那么你就有一个记事簿 希望在这个记事簿里面 你记下所有的问题 或者记下在里面 讨论的内容 还有记下一次见医生的时间 正如好像我们读书一样 如果有问题的时候 真的不怕发问 医生不会说你问问题 为什么这么幼稚 或者我刚刚才说过 医生也有他的责任 也很乐意的 重复去解释给你听 这些答案 特别是如果你发觉 有些医生给到你一些讯息 似乎很深 里面涵缺了很多的尊有名词 也不怕的 要求他用比较浅白的方法 去解释给你听 当你去见完医生之后 特别是在最后的时候 希望他能够给你一份 是打印出来的 一个治疗的方案 又或者很多时候 在这个诊所的附近 你会找到有不同的癌症组织 他们精心为你预备了很多 适合你的小冊子 通常都是免费去杀取 在与专科医生沟通里面 其实有很多问题 你可以去问到 首先你会是 特别是关注你的病本身 是什么类型的肿瘤 有些朋友会是混淆的 例如医生说 我发觉肝上有肿瘤 其实有时不是肝癌的 可能这个肿瘤 是从第二个地方转移过去 也未定 所以这个要了解 是什么类型的肿瘤 或者是有些人都会问 为什么我会患这个病 是不是我做了什么 饮食上不适合的东西 这些讯息 你也可以去询问你的 专科医生 或者会不会是 我有病的时候 因为有些肿瘤 可能是在家族里面 去遗传的 也可以去咨询 究竟我的家人 是否需要做一些检查 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当你去谈治疗方案的时候 你要清楚 这个治疗方案 究竟目的是什么 究竟是不是 完全帮我治好的 又或者只是 作为一个控制的方案 这个后面 我们会再谈一些 特别是 了解到有副作用的时候 这个就很重要了 究竟是不是医好 或者只是控制这方面的方案 除了一些主要的治疗方面 专科医生 你都会提供一些 辅助性的治疗 例如会有 去团队里面 会有营养师 或者是 刚才丁方提到 不同的医务人员都有的 你可以问 不单止是 直接跟你 医疗方面有关的问题 也可以其他各方面 医院也有这个责任 去帮你去安排 解答这些问题 其他问题 例如 关于 做检查方面 做治疗方面 究竟有多复杂 每一次要多久 回来 例如做放射治疗 可能需要每日回来 回来多久 星期一至五都要做 或者是化疗的时候 可能是每一个星期做一次 等于可以安排 交通方面 心里面有一个预备 我们也很幸运 刚才丁方也说过 在我们的医疗系统里面 包括了很多昂贵的治疗 我们都能够以一个很低的差额 能够取得 这些差额 可能要视乎你是否 是否收政府的津贴 可能是没有工作的时候 你可以申请 这个差额 比较少一些 如果是在选择做治疗的时候 你是有医疗保险的 有一些治疗 可能只是医疗保险 才会包括 你可以咨询一下 医生 我需不需要自己特别额外付钱 但也可以有一个好消息 告诉大家 大部份的治疗 都是由政府的医疗制度里面 是有很多的补贴 在里面 即是很少部份的治疗 只是私人的保险 才能够提供这个辅助 就说到 除了治疗方面 我日常生活里面 有没有什么需要 去护理方面去注意 例如做运动 是否适当 饮食方面 应该如何去调理 这些问题 亦希望你去问医生 每一次做治疗之前 或者是做完治疗之后 医生可能要做不同的检查 例如厌血 例如做一些素描 医生也很乐意去解释 这些检查的结果是如何 做这些检查的时候 大部分人都不需要额外付钱 如果经济上高 你有这个要求 希望这个差额 能够不需要付的时候 也请你和你的医生去联络 之前提过 很多病人 可能已经在医生之前 甚至在医生之前 有可能医生已经在团队里面开会 所以你也有这个权利 去咨询医生 要求家庭医生去回报 大部分来说 都是用一个写信的方式 去回报 但是很多的医生 专科医生 也欢迎家庭医生 直接打电话给他们 又或者在个别情况之下 你也可以要求医生 去将他们的联络电话交给你 或者他可能将秘书的电话交给你 他也会尽量回复你的电话 说到选择治疗方面 这个在笔记上 亦是很重要的记下 究竟在哪里去做治疗呢 我们大部分的提议 都是找一个医院 是最接近你的 有一个好处 就是交通比较容易去处理 亦是不舒服的时候 都是比较容易去接受治疗 在价格方面 如果你是有医疗保险 资疗保险 你买了的时候 就有很多的化疗 特别是那个差额 如果你在私人医院里面做 是比较便宜一些的 但你也要考虑了 正如Danfong所说的 亦是一个acid free 你可能要交给 去回到这个 刚才说到治疗的基率是有多少 这个问题一定希望你去问 去搞清楚 大部分的医生去看你的时候 第一次他都会告诉你 究竟这个病 有没有把握能够治疗呢 那如果你发觉 这个病很不幸 是不能够的 你也不需要太伤心 因为现在来说 很多的方法 都能够去控制 不同的治疗方法 去控制你的病情 甚至乎令病人 能够和乳癌共母 一段很长的时间 但是正如这样的时候 一段长的治疗的时间 你特别要考虑副作用方面 那会不会也是治疗长 能够延长我生命 亦是否代表副作用 亦是相对来说增多呢 我何时要厌血呢 亦是每一次做的时候 有多长呢 你提议我做这个选择 这个治疗 有没有其他的选择 很多时候都会有的 不单是一个方法 去做同样的事 另一个 亦是我们很关心的题目 就是 有没有一些新的药物 透过临床测试 你能够参与的呢 这个问题 亦是请你去问你的专科医生 在实际治疗上 有什么支持 医院能够给到我的 例如医院的团队里面 有些护士 可能能够接听你的电话 甚至乎有些社区护士 能够做家访的 这个你可以问清楚 在讯息方面 哪些讯息比较可靠 医院有些时候 可以帮你安排交通 但这个可能很在乎个别医院 也在乎你住在哪里 有些病人也很怕被医生知道 他除了做这个治疗之外 原来他有一大堆其他的补品 治疗方案 他正在用 但可以很安心跟你说 也很重要的跟你说 这个一定需要 将这些资料 告诉你的专科医生 因为你也不知道这些药物 其实会不会对你的身体 对你的癌症有损害 甚至更重要的 会不会是对这些 正在做的药物化疗之类的药物的时候 会不会有冲突呢 这些请你不怕 告诉你的专科医生 有些病人也觉得 饮食方面需要注意 但其实大部分的饮食 都不需要特别的要求 甚至有些医生可能说 有些时候我想出街喝杯酒 行不行 这个你也是不怕跟医生说 医生会给你一些好的意见 还有一些问题 你可能会是比较尴尬去问的 例如关于生小朋友的问题 会不会我做治疗 我不能够呢 或者是在跟你伴侣里面 有性生活的时候 会不会不可以呢 这些比较尴尬的问题 其实也不怕问的 也知道大部分的医生 都很乐意在你治疗里面 尽量帮你维持你的生活质素 所以这些问题 虽然比较私人一些 但是希望你也可以 找到一个时间去问 或者一些 我做治疗的时候 我会不会对家人有影响 会不会传染 那些药物会不会走到我家人里面 或者我们工作上 如何安排 医生也会给你一些建议 除了在医疗方面 在主要医疗方面的处理方面 专科医生也需要关顾到你心灵 其他方面的需要 在这个团队里面 也有专业的人员 能够去帮助你 也有心理的辅导员 能够安排去见你 关于专庇 这个专床尔 The ones among the answers 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去看 一些华人也是比较抗拓 在我们知道 在 disease 在癌症的治疗中是不完美的 我们需要不断的进步 我们进步的原因 就是我们在团队的背后 有很多的科学家 有很多的研究人员 不断的去发掘一些新的方法 一些新的疗法去帮助大家 去治疗这个癌症 但在这个过程中 不是每一个新的方法 都能够是有效的 所以要经过一个临床的试验 才能够去确定 究竟对你 或者给你现在所治疗的 标准的治疗方法是否好 需要经过临床测试去决定 临床测试不同的阶段 你可以说分成四个阶段 一些比较早的阶段 例如第一阶段 就是科学家可能刚刚发现了 对一些癌细胞特别有用的药物 可以经过了动物的测试 但需要首先在一些小的数量的人类里面 去测试这些药物 这是第一阶段 在过往澳大利亚来说 比较少这方面 但在过往五年 特别我们就很开心 能够对这些初步的研究 能够参与 因为对我们澳大利亚的 病人来说很重要 能够代表我们不需要等很久的时间 能够体会到这些 最新的药物究竟有没有效 另一个要考虑 因为这些都是比较试验性的测试 安全性方面是需要最注重的 特别这些是可能第一次 在人里面去 运用的药物的时候 他们特别会注意安全方面 所以你都可以放心 就是每一个在澳大利亚里面 是经过加许的 经过政府核准的临床试验 都是经过非常严格的要求 在安全性方面的要求 在道德上的要求 才可以给到我们的病人参与 另一个发现很奇怪 或者很有趣的发现 就是原来无论你在临床试验里面 你是接受什么治疗也好 你在临床里面参与 比你不参与 那个效果 出来的癌症治疗效果 都是有优势的 也有人会担心 会不会是白老鼠方面 有时又会吃一些安慰剂 所以特别在一些 比较后期的阶段的临床试验 就会有这个出现 但是你也可以安心告诉你 这些后期的测试 是有安慰剂的测试 它都可以保证 在你里面最少 你是能够接受到 在这个时间 一个标准的治疗 这个道德上才会成立的 所以你也不会担心 你会像是白老鼠一样 你也知道 临床测试是好 但是你也知道 有一个选择的 你也可以照样 选择做标准的治疗 这个是与你的 专科医生不怕去说的 或者是专科医生 要求你去到另一个医院 去接受这个 这个临床测试都还未定的 这个你可以去衡量到 或者需要交通的机会 是否真的实际上 你能够做得到 在尋找一些更加多的讯息 如何才能找到临床测试方面 其实你的专科医生 你的家庭医生 也都可以给到 在最近也都在 十月一新州 就有一个手机的程式 是囊括了 所有的药物 或者是一部分的 其他非药物的 临床测试 你都可以在这个程式里面找到 可能很多时候 你会找到一个适合你的 好了 在这个时代 在一个信息爆炸时代 究竟我们如何去找一些 可靠的信息呢 哪里才能找到呢 以下有几个癌症组织 我们大力鼓吹你去参加 亦是在里面的资讯 透过我们网页 或者是打印出来的资料 你可以安心地去使用 因为他们这些机构 所给到你的信息 它里面都是藉着一些 医学的研究 是证明了的 是有这个基础的 它才会安排给你 所以你可以放心的用 那另一方面 我们都知道 在我们病的时候 有些朋友 我们家人 特别在病情方面 会关心我们 或者是他们自己 也都有经历过的 很想和你分享他们的信息 有时你都会觉得 好像太多资料 太多资料 所以这方面 你更加需要 跟医疗团队去谈一下 究竟哪些资料我才需要 哪些资料才是 暂时或未必一定可靠的 亦是有一些问题 是当我们 或者听很多朋友说 或者自己的理解 可能会误会了 例如 有癌症 是否代表一定 是不行呢 是否一定代表 像死刑那样呢 大家最新的数据 告诉我们 癌症的存活率 只是提高 在澳大利亚的报告来说 已经接近 差不多是 百分之七十的存活率 可以 另外 有很多人都会担心 要做手术 会不会一切 就将一些 癌症周围蔓延 这也是一个不正确的想法 特别 在澳大利亚的 手术医生 他也是受过很专门的训练 也在他们 衡量风险的时候 一方面有医疗团队的帮助 他们能够 告诉他们 究竟这个手术的成功率 有多少 它有多少把握 风险有多少 所以在做手术的过程里面 是可以放心 不会因为去做手术 而令到你的癌症 更加蔓延 又或者有另一部分的病人 觉得会自责 就说 会不会是 我最近生活太紧张 工作太繁忙 又或者我最近心情太起伏 太焦虑 所以我有癌症 其实在这方面 研究 没有被证实 是这些的焦虑 这些的压力 是会导致癌症的 所以也可以放心 不需要自责 癌症是不会传染的 这个也是 希望你的朋友也知道 不会像隔离你那样 这个也是我们需要知道 癌症是不会传染的 也都是有些的时候 譬如有些的肝炎 它本身可能会传染 但是肝炎所引发的癌症 就不会传染的 所以这个你请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可以放心 但是也是另一方面 你知道 有些的癌症 是可能是遗传性的 所以你有癌症的时候 可能代表你家人的风险 也都是相对提高 你的专科医生 在这方面你不需要猜测 他们应该会有正确的资料 能够告诉你 究竟你家人是否 也有同样的风险 在我结束之前 我希望大家记得 这个电话号码 这个是我们 Cancer Council的一个热线 它里面也有翻译的服务 它里面不单止你能够找到 一些正确的医疗的知识 它里面也有很多的人员 去乐意去帮助你不同的需要 甚至乎你有这些心理上的需要 或者有些是法律的问题 或者是经济上的问题 它都可以帮你解答 在这个网页上 也可以看到有不同的机构 也都很乐意用你熟悉的语言去帮助你 好 谢谢王医生 刚才跟我们介绍了一系列的服务 以及在癌症治疗上 我们如何通过 帮助我们的肿瘤医学科的团队 以及我们的嘉宁医生 一起的合作 以及一些辅助医疗人员 去帮助我们对抗这个癌症 Raymond 在这个抗癌的路上 我相信你都可能有参加过 一些病人的癌症支援组织 你作为一个经历过这件事情的人 你怎样看这些病人的支援组织 我其实对这些病人的支援组织 我觉得是很好的 因为首先它会给病人 有些基本的癌症的知识 譬如是如果是做治疗 有些什么副作用 再另外就是它会有提供 会邀请有些专业人士 譬如医生或护士 或者有些营养师 来开始赶助 让一些癌症病人 可以进一步 知道其他的知识 但最重要的是 这些组织 可以提供一个情绪的支援 譬如我参加了我的更新会 就是在每个星期 亦都有一个支持小组 我在支持小组里面 就有几个是义工 我的义工本身也是有个 同样有患过癌症的经验 他就和那些癌症病人 大家一起共同走一个癌症的道路 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很多的社区里面 有不少这些癌症支援的组织 尤其在我们华人社区里面 他们不单是能够帮助到 我们设立一个平台 给我们一班的癌友 能够互相的支援 我相信Raymond 你都会参加一些活动的时候 以及到现在 以我所知 你现在作为一些组织的义工 在里面我们都可以互相的 对一些治疗的过程里面 所遇到一些问题 做一个互相的交流 这些组织不单是在 环社区有好几个的 除此之外 在医院里面 不同的癌症 其实都有一些 由医院的社工 或者医院的癌症的专科护士 所举办的病人支援组织 所以其实我们很鼓励大家 可以去参加 因为如果一起去面对一件事情 我们的资讯多了 相对来说 我们都不会觉得那么无助 还有那么多的顾虑 有些时候你都可以 问一些亲身经历过 这条路上的人 他们给到你一些建议 或者是一些分享之后 你会觉得其实很多事情 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差 或者是那么大问题的 我们也是很鼓励大家去多些 接触多些参与 并且多些 获得一些讯息的支持 黄医生 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医生 病人 回来告诉我们 他们见过一些医生 他们医生告诉他们 这是最好的治疗方案 不管是跟家庭医生说也好 或者是其他科医生说也好 有些时候他们都会 对这个方案 是会想 获得更加多的信息 这个时候 我们作为医生 有些时候会建议 这个病人 你可以去 寻找一个第二个讯息 又或者好像 今次Raymond 和我们讲的故事 回香港的时候 有个家人跟他说 不如你去找 另一个医生 拿到一个意见 看看这个治疗方法 和这个诊断 是不是现时最好 或者是最正确的 我知道我们作为医生 大部分情况之下 我们都不会反对 并且有些时候 我们会鼓励 癌症病人 都可以这样的做法 黄医生 你怎样看病人 如果找你 拿一些第二个讯息呢 Denford 我也很同意地说 我们其实医生 都很鼓励 病人去拿到一个意见 亦都是你作为病人来说 是一个的权利 你不怕 和你的专科医生去说 你都不会觉得得罪他 这样的人 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 当你是去到 拿另一个意见 可能出来 是给多一个更好的方案 都未定的 那你可以去选择 接着会不会是 转去另一个医疗团队 或者你可以 都可以将这个方案 带回去给你的专科医生 去讨论一下 会不会这个方案 亦都是更加好呢 有很多时候 相反就是 可能你去到 另一个医生里面 他给的意见 其实跟你本身的 专科医生给你的意见 是差不多 可能答案是一样 但你心里面听了 其实是踏实很多 因为你知道 你的选择 似乎都是没有错的 因为有两个团队 都是这样跟你说 所以这个 其实真的很鼓励病人去做 是的 还有有些时候 肿瘤科和肿瘤科医生之间 在不同的医院 他们会有沟通 又或者有些肿瘤科团队 会和家庭医生有沟通 有些研究 可能在某一些特定的医院 才会进行 为了某一个癌症 所以千万不要诧异 如果有忽然间你的 肿瘤内科医生 帮你做化疗 或者甚至乎放疗的医生 他忽然跟你说 不如你去第二间医院 买一个意见 不是说这个医生 他对这个疾病 不认识 又或者不懂得 如何去治疗 而是可能他觉得 第二个医院 现在所进行的 一些临床试验 或者是使用一些 新的药物 对你们来说 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所以也希望 第二个团队 给予一些这方面的意见 所以你会知道 在这个癌症治疗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澳洲的 整个政府 和整个社区 对癌症支援 其实是多方便的 并且不是一个单对单 一个医生 对一个病人的支援 而是一个群体式 团队式的支援家 所以第一 我们首先 多谢你们大家 今天的观看 我们都希望 今次的网络研讨会 能够提供给你 一些有用的讯息 并且是有助于 提高你的生活 的质素和质量 正如我刚才 在这次研讨会 开始之前提到 我们想了解 通过这些在线 研讨会所提供的 癌症讯息 是否有助于居住 在澳大利亚的华人 所以希望你可以 在研讨会结束之后 点击我们这个业的 底部的反饰意见调查 你提供的讯息 将会有助于 我们了解如何提高 为澳大利亚 华人社区提供的 癌症讯息和支持 从而改善你的健康 和我们华人社区的健康 我们再次非常多谢 你对今次 网络研讨会的反饰意见 和参与